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是因为体检的时候发现他的肾丝球过滤率只有19份 那是属于慢性病的第四期 所以他就来我们的肾脏科求诊 那我在帮他做超运波的检查才发现说 他的左边的肾脏已经变成一个20多公分的脑泡 所以说我们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才发现说 他左边的输尿管里面有很多颗的石头 把他的肾脏的出口完全阻塞了 所以左边的肾脏已经完全失去本来的形状 变成一个巨大的一个水泡 那看起来可能功能也已经永久的一个丧失 那经过仔细的询问才发现说 原来他20多年前曾经有过输尿管结石 腰部疼痛甚至血尿的情形 不过因为过了几天这个疼痛感消失 他也就没有再继续去做追踪 结果没有想到过了20年后一检查 可能整个左边的肾脏都已经没有功能了 这是杨先生的电脑断层 我们可以看到说左边的肾脏 已经完全失去他本来的形状 变成一个巨大的水泡 约率有20多公分 那在这个输尿管的地方 可以看到好多的亮点 这个都是一颗一颗的结石 那这个结石造成了出口的阻塞 上面的水分没办法排出来 结果整个肾脏肿的比肝脏还要来的大 塑尿管结石的典型症状是血尿跟腰痛 其实疼痛的状况通常都来的非常的剧烈 而且明显 那这也不见得是坏事 因为他会提醒我们尽早去做处理 不过少数的个案 例如说像是老人家长期卧床 多床慢性疾病或者是服用很多药物的个案 有的时候他的疼痛状况就没有那么的明显 像我们这个个案 他痛了一下之后症状就缓解了 结果他反而没有去注意到肾脏结石阻塞这个问题 导致说一个肾脏失去了一个功能 所以在这一类型的个案 如果说有血尿或者是腰痛 或者是有一些尿液检查 肾脏功能检查异常的一个情形 我们都会建议赶快回来门诊去做追踪处理 这个老先生的肾脏大概是这个状况 那他怎么办 他有时候病人他也不觉得 一来他不觉得痛 二来他觉得都还有尿啊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另外一边的肾脏 功能是正常的 那他的尿液来自对侧的好的那边的肾脏 那接下来这个 他就去忽略这件事情 他就不以为意 那时间久了 就只剩下另外一边的功能 但是年纪越来越大 另外一边功能开始也变差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的肾脏功能就开始有十字的影响了 好 这边要动一下 好 这边要动一下 本集完